我們現在人在這個是桃園大有路星光山越 這條是大有路 然後這個是 蕭氏的星光山越 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有一點淡淡的悲傷啊 欸王老師 喔 星光山越收起來了 你要帶我來看這個 這個樣子的星光山越是不是 星光山越旁邊有一個物件 喔星光山越旁邊的物件 這個紅色的這棟是不是 對對對 喔 這邊好像大有路 星光山越往虎頭山方向 這邊好像比較少星的案子 對 就對面這一個是一個星的案子 喔 後面還有一個叫大木敦平的 喔 這邊比較少 就往那邊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往 那一邊 喔 那邊是往哪一邊 大興路那個方向去 喔 那邊比較多星房子 那這邊呢 就比較少 啊 但是 靠近虎頭山 靠近虎頭山 其實我覺得這邊環境更好啊 然後 這個就是 雖然感覺有點年紀 可是外觀看起來還算OK啦 至少磁磚感覺還沒有剝落 哈哈哈 欸 那我 就是要先去溝通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先過去吧 出來了出來 怎麼樣 可以嗎 我們可以從這邊 待一點那個花園 然後再上門 喔 可以看一下中庭就對 好 走囉 哎呦 他這個進來直接就在這裡刻了兩個字 景觀 對 這景觀 這景 家茂建設 家茂建設 這個社區叫景觀喔 對 景觀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這個 這整個社區 就是有一種造景的感覺 中庭真的做得還滿漂亮的 而且他這個社區其實外觀還滿有建築特色 喔 滿有建築特色 對 你光看 那個應該電梯吧 還做那種 就是 就是踩 就是有窗的 欸 這整個 透光的 透視的那種電梯 所以你在裡面搭電梯可以往外看 看中庭 然後他那個有做一個空中 空中露台對不對 這個我真的比較不去看 那 那 感覺還不錯 圖書館啊 會客室啊 這些全部都有 然後好像也有人在那邊建菜閨喔 好像不是 好 那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 要不要直接就上去了呢 可以啊 好 那我們就直接上 欸 我的車在這裡 我居然在台北市擁有兩個停車場 而且是月租的 但是我只需要付一個停車場的費用 像這裡是台北光華商場三創園區 一個月的租金大概五六千塊 但是我用四千八 擁有五個停車場 想要了解如何便宜租到跨區停車 請參考第一則留言 名額有限 預購重述喔 有一點復古的味道 這個門 好懷念喔 好懷念喔 對啊 怎麼這個門的顏色 然後再加上這個配置鐵門 當年的配置 當年配置 這是什麼房型 三房車 三房車 喔 標準三房 好 那我們直接就轉過來看一下 這是他的客廳 然後 他的玄關其實還滿大的 像以前這樣子的一個房型是最標準的喔 進來了以後 這邊可以做一些櫃子 矮櫃 放鑰匙 然後或者是鞋櫃 就是 這邊很好利用 那進來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說 直接就看到 那個客廳 那有一些人呢 這邊還會把他主角起來 讓他有個禮外 有一個落成區 那轉過來了以後 喔 這間客廳其實 面寬的部分非常大耶 這樣子 所以如果我們把沙發背牆設計在這邊 這大概三米半 快四米的面寬喔 這麼寬 至少放個八十吋 75到85吋的電視 大小是這樣子 所以他這邊 這一個是一個陽台的部分 前陽台呢 因為以前的人 就很怕招小偷還怎麼樣 全部都把他封起來了 那封起來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他看出去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那個新大樓 所以他看出去的景觀 也不是太過於雜亂 很醜 其實還OK啦 那這陽台 也不小 其實也不小 但是因為他把他封起來 這裡真的很像後陽台 很像曬衣服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往這邊看 這又有另外一個空間耶 這餐廳 這有餐廳的啊 所以是三房兩廳的 這塊空間是變成餐廳 那以現在 所以他這個有重新整理過喔 所以這是投資客嗎 這不是屋主 屋主自己 它是要賣的時候 他就帶粉刷過的 粉刷 但這不 不只粉刷耶 這個有重新做過喔 然後 這是什麼東西 喔 欸 不知道 反正就是到時候大家來自己可以看一下啦 雖然說也許不不不合你用 你也可以再改 然後他這邊可以放一個餐桌 在中間 或者是你可以這邊盯一個櫃子 然後拉一個橫桌 四人桌 現在比較多人是這個樣子做 然後天花板他已經盯了有這個間接照明的部分 那我們看一下廚房的部分 廚房走進來 以三房的格局來看 他現在這個廚房格局很方正 大部分現在三房的格局 廚房都是一字型的 但是他這是一個L型的 三機當然 老房子就是舊的點 如果你不喜歡你也可以換掉 像這個人造石應該都要 都可以換掉啦 我們來看一下他多久沒 欸 馬上有水 對代表說這個房子可能常常有人進出 才剛搬走沒有很久 然後後陽台 你看我就說你只要裝了這個窗 不管前陽台或後陽台都會像曬衣服的地方 你看後陽台看起來就像曬衣服的地方 後陽台非常大 而且方正 後陽台不錯 這個大小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三間房間 我們先看這一間 這一間應該是客房 客房也蠻大的 這是客房嗎 這是客房嗎 這客房 這個大小很OK很剛好 然後客房看出去就是社區的洞 洞跟洞之間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另外一間 這間就是赤卧 然後次我採光非常好 這個如果把燈關掉 那麼有開燈跟沒開燈差不多 採光很好 然後面出去一樣是剛剛那個新社區 然後這邊就虎頭山 大家有些人會在意說會不會看到不該看的東西 但是現在這樣子 好像 好像有 但是看不太清楚 有一個塔 但是 就是看你再不在意 我是覺得看不太出來 然後我們再往主臥室這邊看 主臥室就在次臥的旁邊 一進來這邊一樣 有一個廁所 來我們看一下 他也有對外窗 三建組的 沒有做乾絲分離 但是你可以做拉簾 到時候再做一個浴簾 這個全部都換新了 重新整修過 然後 他這一個 主臥室 這是什麼 這個是 櫃子用這樣子 哦 他沒有做門 所以他是直接就用這個把它拉起來 系統櫃這樣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不喜歡你自己改也可以 其實這都是小事 或者是你請那個廠商來幫你做個門 這樣子也可以 門做上去以後 那個門片整面 看你要做成什麼顏色都可以 那看出去跟次臥的角度是一樣的 其實這樣看 也還OK 三間房間 還有兩間 就是餐廳跟客廳 還有廚房 衛浴的 這間浴室 剛剛沒看到 課位的部分好像也重新在整修過了 剛剛主臥室有對外窗 這間沒有 但沒有乾絲分離 我覺得你已經花錢幫忙整整理了 做個乾絲分離應該是還好 可是他沒做 就變成說到時候 新的屋主進來的時候 這邊可能要再加個玉蓮 不會太小 感覺有點小 我不知道咧 這個可能要請專業的來幫忙評估 王老師 這個房子就在我們以前大有星光山越的旁邊 這附近什麼都有 學校也有 然後 學校然後商店街就是機能也有 要喝的 食衣住行育樂也有 然後要到醫院的部分 醫療的部分 到那邊好像山種還是榮種 榮種 榮種 然後甚至到市區 那個我們中正義文特區 敏勝那邊也很近 加樂福商圈 經國路加樂福過去也很近 這邊反正 我覺得這裡就是離層不離層 因為你這樣看過去有山 然後 往明光東路 往虎頭山這邊的方向的房子 又沒有那麼多 你又不會覺得很煩 很雜 就是住起來可能會相對於其他的 這種有機能的地方舒服一些 你如果過明光東路往大興路那一段 很熱鬧 可是有些人就不喜歡 這邊 離那邊 就隔一條街而已 可是 整個生活的步調 還有形態 完全不同 這個也是看個人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 比較 看起來比較不會這麼多 那麼雜的地方 其實這裡也不錯 那隔壁的星光山越 也是個關鍵 現在已經不是星光山越 因為已經收起來了 它未來會變成 因為那個地方那是一個場域 它未來會變成什麼 我們不知道 也許會變成像 ATD for Food 就是變成美食商圈 美食區 那這裡就未來就變得非常方便 你就可以直接走到隔壁去 就喝咖啡了 吃飯了 所以隔壁是未來很大的一個彈性跟想像空間 所以大家也可以自己來評估看看 那地理位置 還有這個交通機能 我都交代完畢 接下來王老師 這個物件說是叫做什麼景觀 家茂景觀 家茂景觀 這個家茂景觀的這個坪數是幾坪 它三房間的車位總共48.5 48.5 啊車位 車位扣掉了 車位的話可以扣掉11.4 所以全撞坪數應該是37 全撞37 結果它居然多了一個餐廳 然後三間房間都還蠻大間的 室內大概有大概27坪 室內就27坪 27.5坪 OK 所以它應該公設比比較低 現在公設比都蠻高 這一間公設比應該比較低 那這樣子 你說38.5坪 再加上一個車位 你說 建坪啊 建坪大概37 37 然後再加一個車位 對這樣子屋主開價多少錢 1288 1288 現在要三房要買到1200多萬的 可能 只能就是挑選這種屋齡比較大一點的房子 不然現在三房 37 37 8坪到40坪的這個 現在再含一個車位可能都要1600 1700去喔 最便宜喔 有的 新的 對新的 像對面那個可能都是 要那個價錢喔 它旁邊那個景都賣的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喔 也在隔壁 都建橋 那如果說你真的是預算有限 那這個屋主它很有心幫大家把基礎的都 再重新的粉刷再重新弄 其實進來你把你想你需要的櫃子去做一個重新的配置 找廠商來盯一盯 這個房子在使用上面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我倒覺得就是實際來看看這個空間機能是不是很比較重要 那我們今天感謝王老師帶我們來看這個叫家貿景觀的這個物件 這個是第一次來 所以看能不能下次再帶我們去看別的 最好是對面 對面還沒去看過 那如果說你對這個房子有興趣呢 歡迎參考右下方喔 有王老師的聯絡方式 直接跟他約時間來現場看會比較準 那如果你是最近買了新房子 就是想要分享你的買房心得或者是專房心得 歡迎跟我聯絡 下面第一則留言有我的聯絡方式 那如果你最近買了新房子 舊房子要脫售也歡迎找王老師喔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支持真心話 我們下次見喔 掰掰 掰掰